这一期我们来勾织两款毛线的小戒指 戴上之后呢感觉非常可爱 那我们这里呢用到的是四股的牛奶面 以及四号勾针 好了后面我们开始编织 首先锁边起针 左手持线 然后将勾针放在线的下方 向内绕一圈 接着将线勾出 起针完成之后 接着锁针17针 17针锁好之后 接着返回倒数第二个锁针 在倒数第二个锁针的背面 条凸起的这根线 在这里呢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后面按顺序 在每一个锁针上 各编织一个引拔针 一共编织16个引拔针 引拔针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绳子的另外一端 再编织一个引拔针 最后呢将线剪断 这样呢纸环的部分就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编织花朵的部分 我们先来编织玫瑰花的部分 这样呢纸环的部分就完成了 首先锁边起针 起针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22个锁针 二十二个锁针完成之后 接着返回倒数第二个锁针 在锁针的背面 条凸起的这根线 在这里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后面空出一针 在下一针上编织三个长针 三针完成之后 接着空出一针 在下一针上编织一个短针 在下一针上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空出一针 编织三个长针 之后呢就一直重复编织 再见 最后一针完成之后 接着将线剪断 接着我们将枝片的部分 卷成玫瑰花的形状 接着我们将枝片的部分 花朵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将它固定到直环上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二个花朵 首先环形起针 左手持线 然后将线在手指上绕两圈 接着将勾针穿过线圈 然后将线勾出 勾针再次绕线 将线勾出 其针完成之后 接着锁两针 然后绕线圈 编织三个未完成的长针 接着将线一次性勾出 这样呢 编织一个枣形针 接着锁三针 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锁三针 编织一个枣形针 接着锁三针 编织一个引拔针 后面重复编织 一共编织五个花瓣 五个花瓣完成之后 接着将线剪断 然后收紧线圈 先拉一下线头的部分 找到被拉动的这根线 将另外一个线圈收紧 最后再将线完全拉出 线圈收紧之后 接着将线剪断 然后我们在花朵的中间位置 粘上一颗珍珠 花朵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将它固定到直环上 好了我们这两款小戒指呢就完成了 本期的内容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